我們自己內部對於這一類的事件 即是你說的浮屍和跳樓事件的增加 我們沒有特別同事之間去討論 因為我們都是照做的 無論有多少 我們都秉持著我們的職責 去照樣執行我們的職務 但是就著我個人來說 正如我提到 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取態和立場 我自己是覺得非常之不尋常 就是這樣 不尋常在哪裏 多得有些不尋常 即是浮屍的話 大家都是黑色衣服 年輕的 黑色legging 黑色鞋 跳樓的 都是 是的 或者我可以對浮屍這個問題做事要補充 因為我們海關都有海關的巡邏船 據我所知 據我所知 我們海關的同事 亦都會見過海面有疑似浮屍的個案發生 據我所知 據我所知 是否會讓消防救援船到場處理 但在最近的這件事 我聽到你的消息 是說很多時候 水警的巡邏船 是會主動去到 開始這個割檢處理的過程 是不會等到消防救援船出現才處理的 因為我不特別去評論 這件事當中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只是想說回 這個是我們之前 聽說你的做法 和現在實際發生的事的差別 謝謝 想追問一下 就是發現的浮屍和跳樓的 和以往發現的 有什麼不同 包括他身體上的 除了服裝之外 有什麼其他和以往相處的 是不同的 這位記者 因為浮屍和跳樓 最近發生的事件 我不再長 我都不方便評論 就著我的專業角度來說 是和以往有什麼不同 但是作為一個 和大家一起 看著新聞 看著新聞編斷的人士 我會說 除了你剛才說的服裝 年齡上的 特別多是這一類之外 的數量明顯 都是提升了很多 就是這樣 市民資訊員 新聞資訊自由 和營商自由和合法公司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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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些人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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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們 說得很大 不可能 有些人